鸵鸟蛋大的冰雹正砸向日 街上的各种设施也被接连摧毁 一不小心还会见数以万计的大雁不断滥迁 各种动物都开始发出痛苦的哀嚎 狂躁的哈士奇咬着炸蓝响立马逃离 两位宇航员惊奇地看向地球 无怕死的记者还在强队里 下一秒就原地投入 剧还在对面 强哥一跃而起就飞了过去 他连忙哥正失意离开时 老金教主男人说自己很欣赏他的理论 还说自己也在做满流相关的研究 两人一拍几点讯 留给人类逃生的时间仅仅只有三周了 强哥立马找到副总统哈登让他马上疏散人民 然而哈登却认为男人在天方夜谈 虎也不回地离开了 此时灾难还在不断地升级 各地开始突降罕见大警 被困的皇室成员以为在旦夕 但是一不吃 飞行员缓缓快速地打开汤门 正当他准备呼吸新鲜空气时 竟瞬间冻成了冰雕 与此同时各地也吓起了暴雨 这场已持续六天的降雨冲毁了大量房屋 小帅带上同伴打算逃离这座城市 然而此时的海啸已开始稀状了 因为有一场巨大的飓风正在形成 气温将会下降两百度 因此一定要想尽办法稍微取暖 努力活下去懂得他来营救 搜罢图书 而小帅哥站出来告诉大家这样的心意 最好的办法就是待在此处等待救援 然而面对管理员提出的食物问题 是小帅去哑口无言 尽管他如 每休息一次就会有人冻死狗蛋 这时上司才知道老金所言非虚 他立马安排老金将此事的严重性 直接汇报给总统 老金解释到这次的灾难 两位好兄弟准备和他一同前往 刚出城就下起了鹅毛大雪 此时他们只能依靠指南针 才能判断前进的方向 转眼间汽车就被撞毁 无奈他们只能徒步前进 每行一步都艰难万分 他们丝毫不知道自己正题 至世贸大楼上去 老金用冰岛固定的三人 才相安无事 为了龙贝池在小帅这边 却遭遇了意外情况 一早醒来的小美脸色已变得很 身体不断的冒冷汗 还伴有发烧 同伴还说他前几天腿还被划伤 众人一看果真如此 黄天不惑有心人 他们找到了抗生素 并且还在这里找到了大量的罐头 而此时从动物园之间 急寒气流正倾腾而下 大楼玻璃瞬间破碎开来 冷气一路尾随 开始不断蔓延 他们连忙挡回屋内 不断往地沦泪之处 而此刻从空间站 传来飓风消散的好消息 老金睡醒一觉起来 看着眼前被冰雪覆盖的城市 心里即便觉得害怕 可是他们还是依旧坚定的往前迈去 很快他们便来到定位处 眼前的图书馆早已被冰雪掩埋 他们找到天窗进入 再一路的寻找救助 而存活的不仅仅只有他们 还有万千名成功躲避灾难的幸存者 而此时灾难后的疫情 却显得如此的清澈未来 这是一步呼吁大家重视气候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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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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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